交通部長賀成淡 幾天前宣布 端午連假 國道免收費時段 原本只有頭為兩天 凌晨零點到五點免收過路費 昨天又變成四天連假凌晨 通通免收費 外傳這次政策轉彎 主要是來自行政院的壓力 交通部長賀成淡週日 才親上火線以數據佐證 說明今年端午假期免費時段 很理性 原本只有頭為兩天 凌晨零點到五點免收過路費 而假期中間兩天 則從凌晨三點到五點免收費 但引發爭議 兩天後政策轉彎 高工局上午宣布四天連假 凌晨通通免收費 事實上早在週一立法院交通委員會上 朝野立委都對免費時段有意見 認為兩種免收費時段容易讓人混淆 並質疑凌晨三到五點 是人最疲勞的時候 等於是鼓勵用路人 在最疲倦時候上路 外傳這次政策轉彎主要是來自行政院的壓力 加上立院黨團也不支持 對此行政院發言人許國勇表示 交通部是從重如流 尊重民意 許國勇強調交通部是政策制定和執行的機關最後決定更改政策 一切由交通部負責 而行政院尊重交通部的職權 也沒有所謂賀陳彈自行處分的事情 記者綜合報導